慈恩慈善会端午宋爱活动6月1号在吉安的同心广场举行 活动中特别安排了意见、趣味游戏闯关 还有端午礼品物资发送 老老少少玩得不亦乐乎 欢喜迎接端午节到来 以爱新助品为宗旨的慈恩慈善会 1号上午在吉安同心广场 举办了福气高纵端午宪爱活动 针对吉安、宜昌、南昌以及庆丰四村 边缘贫若以及受震灾影响的家庭 希望他们能欢喜迎接端午佳节的来临 而活动一开始由芝麻村幼儿园孩子们 太鼓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 我们是爱新助品的出发点 然后持续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那我们现在是每年的三节 三节都会办这样一样的活动 就是大节日、端午节、中秋节 还有过年这三个大节 我们都会一样办这样的活动 最主要是说要把这个爱人 把这个爱新送给边缘户 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说 把那些的物资啊 把那些爱新温暖送到他那边去 这一次活动安排意见去为游戏闯关 以及端午礼品物资发送 吉安乡长游书贞也致政感谢状表达感谢 慈恩慈善会长期对吉安的益助 在端午佳节的前夕 汇集了我们社会的力量 也带来了国际同济东洋会的爱 一起益助在吉安为我们进行250个家户的爱与关怀 跟物资的发送 吉安乡公所特别到场来 致上满满的爱 谢谢这么多的爱心 关怀跟益助来关怀我们的弱势户以及特殊境遇家庭 并且一起迎接端午节的来临 记者综合报道